一个星期过去 他吃了100个鸡蛋之前 跟之后他的胆固醇的变化的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清华大叔 关于胆固醇 仍然是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就说如果你吃肥肉 吃鸡蛋 那么我的胆固醇 我的血脂升高了 会怎么办 我们其实也都解释过 讲解过无数次 这个低碳高质饮食 我们提倡吃肉蛋菜 肉跟蛋吃的多 其实的话呢 对胆固醇也好 对血脂也好 它的影响都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不是很多人担心 吃鸡蛋会引起胆固醇升高 然后会引起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举这么一个例子 他是美国的一位医学博士 他专门做了一个很极端的实验 这位博士叫做Stan Eggberg 他呢在美国也是一位网红医生 有几百万的粉丝 他为了证明这个鸡蛋 对胆固醇的影响 他一个星期之内 吃了整整100个鸡蛋 很多人还诱于这种观念 说每天都不要吃超过两个鸡蛋 但是人家是一位美国的医学博士 居然一个星期吃了整整100个鸡蛋 这平均每天都要吃15个16个 这个一个星期过去 他吃这100个鸡蛋之前 跟之后他的胆固醇的变化的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Stan Eggberg的博士呢 他还专门提醒了 你看这个数据呢 你不要只看数据的增加 你要看的是他这个心血管疾病 他的这个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 我们之所以关注胆固醇的数据 实际上是要看我们这个相应的心血管疾病 就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之类的 这个风险是不是会增加 下面看一下他7天吃了100个鸡蛋之后 胆固醇的数据是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这里有三种箭头 他这个蓝色的平的箭头表示对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是没有变化的 这个绿色的向上的箭头表示这个指标变化增大 对这个身体健康是有益的 心血管疾病风险是降低的 这个红色向下的箭头表示呢 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是负面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总胆固醇 从207变化为277 他们这个单位呢 跟我们国内用的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的话呢 他是用的是豪克美分升这么一个单位 在国内的话呢 是用豪摩尔美升这么一个单位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他的这个总胆固醇从207上升到277 大概呢是相当于从5.2级上升到了7以上 那么的话你总胆固醇超过7的话呢 那这个的话在常规的医学来看的话 是已经大大的超标了 但是呢 这个斯顿·艾克伯博士呢 反而认为这并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你7天吃了100个鸡蛋 他这些数据确实是会上升的 但是呢即使上升到277 他认为对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影响 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蓝色的平行的箭头 这个总胆固醇的上升几乎是超过了三分之一 按照常规观点看 这个已经属于绝对的超标了 但是呢 他认为对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是没有变化的 也就是说 你心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的变化 是为零 然后我们再看所谓低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认为 如果偏高的话 对身体的影响 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 肯定是负面的 但是呢 他的这个数字 从136变化到了201 这个上升的幅度也是相当之高的 就差不多上升了50% 但是他仍然认为 这个风险是没有变化的 再下面这一项 是甘油三脂 从66变大到了68 这个变化其实很小 他的这个数值的话呢 本身来讲 就是一个长期低碳饮食的人 他的甘油三脂 因为这个的话呢 这个数值在甘油三脂这个指标里来看 是相当低的 然后吃了100个鸡蛋 他这个甘油三脂几乎变化不大 这个也跟我们认知差不多 因为高碳水是会影响甘油三脂 会升的比较高 但是呢 你要是吃肉吃蛋 对甘油三脂的影响 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不用担心这个血脂的变化 所以呢 这一项指标 对这个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当然也是 基本上没有变化 下一项的话呢 就是高密度脂蛋白 从59变化到65 还有一定的上升 也就是说 所谓好的胆固醇 它是会上升的 接下来的这个指标 TSH 它这个是所谓的醋甲胀线急速 这个数值的变化呢 是从1.55上升到了2.01 然后它给了一个绿色向上的箭头 表示是说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有益的 甲胀线 对我们胆固醇的影响 这个值得另外专门再讲一集 最后一个指标 SIZE Size 就是指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 这个分子的大小 是从22 降低到了21.7 降低了一点点 这个的话 它在身体健康的影响认为是负面的 也就是说 所谓真正的坏的胆固醇的话呢 就是小颗粒低密度脂蛋白 被认为是在我们血管里形成斑块 周央硬化 它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呢 这个变化确实也非常的小 它从22.0 下降到21.7 而已 这个下降的幅度的话呢 是 1% 多一点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Dr. Stan Eckberg 这位美国的医学博士 给我们看了 他7天吃了100个鸡蛋 然后对他的胆固醇 还有醋甲状腺素 这一共有6个指标的影响 其中的话呢 三个指标 都是没有什么增加风险的地方 然后有两个指标 反而是对身体有益的 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 还有这个醋甲状腺素 只有一个指标 有一点点的 这个负面的变化 就是这个小密度脂蛋白的大小 有一点点变化 要记住的话呢 他这可是7天吃了100个鸡蛋 一天吃156个 我们一般人 普通人肯定是不会吃那么多的 这个 另外有一位博士的话呢 Dr.Berg 博格博士 他推荐一天最好的 最优呢 是吃4个鸡蛋 那相应的影响 肯定就小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的话呢 从他的这样一个极端的试验 可以看出来 这个吃这么多鸡蛋 对我们胆固醇的影响 应该来说 这个负面的影响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反而的话呢 是会有正面的影响 同时呢 大家对于这个血脂啊 胆固醇的变化 也用不着 那么恐怖 其实的话呢 高碳水反而是会引起 你的血脂升高的 尤其是甘有三脂 至于胆固醇指标的话呢 现在的话 很多地方都已经抛弃了 这种传统的 认为这个胆固醇超标 所谓的超标啊 就会引起什么心血管疾病啊 心脏病这种说法 当然具体的 欢迎大家来进行评论 我甚至欢迎这个专业的人士 也可以来发表您的意见 这个方面呢 各个国家 不管是官方还是说学术界 其实呢 都有一些不同的结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青蛙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堂